所以它不正硬是说DAP是最大的赢者 在这个总统的监督 我认为首席总统 也在总统的监督 和各个国家的总统的监督 首先 华金教公布了新内阁阵容 其中行动党获得五个部长职 比原有的四个增加多一个 至于副部长人数则保持不变 维持六个 坊间就开始有人认为 火箭在这一次的内阁改组 是最大影响 不过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并不认同 甚至拿巫统当党剑牌 如果你看看它 它并不是说我们是最大的赢者 在约统增加 只有一个约统增加 总统增加 同样的同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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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样的同样的同样 所以有成长一块距离的一块钱 但是很多的 选丝新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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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出… 除了中心 當然是因為有一個更新的 然後有一個更新的 所以有兩個更新的 一位總統和一位總統 都沒有在這個領域 所以他們有很多新的領域 我認為總統統領執行動 總統統領執行動 以及各個黨的代表 所謂的領執行動 黨被要求點評 行動黨政府部長的表現時 陸兆福直言交給公眾評判 但他也不忘提醒所有火箭的政府部長 務必認真履行各自的職責 因為支持者對他們有著很高的期望 另一方面 媒體對調職為副財長的林慧英 也存有一些疑惑 畢竟全國主席林冠英 在擔任財長時 就遭指控因削減補貼 而影響馬來社群 如今林慧英出任副財長 會否面對一樣的指控 陸兆福博斥這個說法 並指這觀點毫無根據 經過的英文事件 都不決定� haben哪自私公會設計 任何特殊尊鬥特殊 並 suitable特殊尊,其推進 任何特殊特殊 決定保股大erschêu的 非常cel等 和和政策的担任理由所有股权的部分 在一家一街上 所以那种各种的感情 是不极合 完全不浪败 有没有僧在一半 能够在任何政策 所以任何政策 也必须是 好认识的 好计划 好讨论 在柄里面前它被进行